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筹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溺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联军渡过了精水 秦国上下再度震惊 秦景宫做了最后的总动员 并且准备实在抵挡不住 就向西逃 如果逃也逃不了 那就抹脖子自杀 至于讲和或投降嘛 秦景宫想都没想过 他说了 晋古人说话要算术 除非老母猪会上术 可是秦景宫不知道的是 晋古人根本就不想再玩了 联军驻扎在精水的西岸 再次按兵不动 坐等粮食吃完 然后撤军 鸾眼啊 气得牙根痒痒啊 要不是卫将劝他 他直接跑去中军那儿骂寻眼了 齐宋两军呢 暗自高兴 每天继续悠哉悠哉自由自在 就把这一趟全当是西部自驾游了 一转眼三天过去了 联军没有动静 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让联军不能不动了 原来秦国人也狠着呢 看着形势不对 在精水的上游 投放了毒药 那时的毒药很厉害啊 不像现在经常有水货 吃了毒药也不死 这个毒药猛得很 精水上游放的毒 流到了下游 这么多的水 居然也没有冲淡 下游盟军的士兵 喝了下毒的水 居然也能被中毒 体质稍差的 就被毒死了 另外一些身体棒一些的 运气好一点的 则上吐下泄 郑军统帅子乔愤怒了 这进又不进 退又不退 难道在这等死啊 与其在这等死 还不如去和秦国人玩命 战死 他有了这个想法 就不打招呼了 率领郑军前进了 郑国人 虽然外交政策摇摆不定 但是其实说起来 还是很有血性 很有担当的人 郑军前进 鲁军卫军也随后跟上 这个时候 进军中军帅巡言 也不能再按兵不动了吧 于是盟军也跟着郑军前进了 就在当天 盟军就顺利拿下了霍林 霍林这个地方在今天陕西省 京阳县 京水西南 拿下霍林以后 别以为盟军又是势如破竹啊 这帮人居然又停下了 再次按兵不动 到了这个时候 大伙儿看得非常清楚了 晋国中军帅巡言 根本就不想往前走 不要说齐国和宋国军队了 连鲁国 郑国 魏国军队都觉得很没劲了 敌人的主力还没见到 盟军的士气就已经低落了 开始 人人思归了 盟军统帅们又开了一次会 自从上次在京水对面开过会之后 就再也没开过会了 巡演上来又是老一套 等着大家提出撤军 啊各位 如今我们已经顺利地度过了京水 实现了战略性的胜利 盟军个个表现英勇 令人实在敬佩 那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啊 请大家发言 大家伙暗笑的暗笑 苦笑的苦笑 皮笑肉不笑的也跟着皮笑肉不笑 就是没人发言 最后还是卵眼实在看不下去了 痛的站了起来 大声说 元帅 磨磨叽叽地干什么 你是元帅 你说了算 你说吧 明天该怎么办 卵眼把球踢回给了巡演 看他怎么说 啊 这个 啊 这个啊 巡演听了 扫视一番 确认实在没有人会再发言了 没办法 只能说了 呃 这个 啊 这个明天 啊 明天 呃 鸡鸣而驾 赛景一造 维于 马首是瞻 意思是说 天亮时候就准备好战车 填好井 削平灶 啥也别问 跟着我的马走就行了 下面听了 哄堂大笑 卵眼没笑 他忍不住 低声骂了起来 你唠唠个头啊 你是元帅 还是马是元帅啊 哪有这样想命令的 明天 管你马头向哪儿 总之 老子的马头向东 这骂人的话 虽然说得不大声 但是依然很清楚 巡眼也是听见了 不过 他假装没听见 不管怎么说 巡眼虽然很漏 但是 他毕竟发明了一个成语 那就是 马首是瞻 第二天一早 联合国军队早早起来 天井平灶 然后 各国领军 都集中在巡眼的战车前 盯着他的马车的四匹马 基本上 十二个盟国的领军 三个人盯一匹 分工合作 要看看 究竟巡眼的马头 到底要去哪儿 不过 万一这四匹马的马头 朝东南西北 各一个方向 怎么办 晋国上军的赵武 和韩起 也起来了 轮流过来瞄一眼 只是 只有下军的两个率左 不知道 为什么没来 巡眼很郁闷 昨天说 为自己马首是瞻 而不是说具体方向 那是因为 自己也不知道 该往哪走 想了一整晚上 也没想好 前进吧 实在不愿意 撤军吧 又怕被人嘲笑 可是不走还不行啊 因为田井平造了 这个地方 再也不能呆了 正在大帐里 犯头疼呢 有人帮他做决定了 有少探前来报告说 报元帅 我国下军向东走 撤了 巡眼一听 大吃一惊 不过 心头挺高兴 他还假装严厉呢 嗯 怎么回事 报元帅 鸾眼说了 说不知道元帅的码头 朝哪边 他的码头朝东 所以 他就跟着 他的码头走了 嗯 那卫将呢 也跟着走了 报元帅 他说了 他是鸾眼的副手 当然要听鸾眼的 嗯 这件事情 不怪鸾眼和卫将 是我的命令 下得不清楚 哎 算了 既然下军已经撤了 那就全军撤吧 他牢牢的 这回便宜了秦国人 巡眼借颇下驴 命令全军 跟随下军撤退 就这样 浩浩荡荡 盟军从哪来 回哪去 沿原路后撤 来到了金水西岸 这一回 是齐送两军先渡河 当天就回到了 金水东岸 第二天 鲁正卫三国 撤回东岸 第三天 其余的盟军 和晋国的下军 撤回东岸 最后一天 轮到晋国的中上军 撤回东岸 听觉行走 文化崗密 听世界 盟军撤军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秦国的首都 雍城 秦景宫 大喜呀 原来打算死守的 这回不用死守了 可以主动出击了 立刻命令出动部分兵力 前往金水 准备收复失地 来到金水的时候 恰好是第三天 晋军的上军和中军 在渡河呢 秦国人远远地观望着 他们并没有发起 进攻的意图 实际上 他们也不敢 因为谢天谢地 联军撤了 这个时候发动进攻 先别说打不打得过 起码会导致联军 回头再次联手进攻秦国 那时候 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渡河中的晋军 有些紧张 他们不确定 秦国人会不会来攻击 明显的 晋军撤军的速度 在加快 而且开始慌乱了 看上去 他们倒是像被打败 在逃跑 可是 不是每个晋国人 都像寻眼那么闹肿的 还是有人有血性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发生了一件事 有人带兵回头 冲杀秦国人了 谁啊 谁这么勇猛啊 他率人回头冲杀秦国人 会不会改变 这一场战争的进程呢 咱们下次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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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内心里固执的举行 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 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别让我 在这海上的星空 独自的走在这生命的荒野里 别让我 别让我 带着凄乱的背影 独自的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 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 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让我在风里举举 独行 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 by bwd6